欢迎来到采访期 我是主持人梁深 现在站在我旁边的是 来自狼队的宁青 先和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狼队宁青 想先说一下这个西湖 其实是你之前和敏敏的 一个老王图了 之前也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选 但是今天非常巧合 在你和敏敏的比赛上面 都刚好选了西湖作为王图 那今天为什么会 突然想跑这样赛道呢 因为西湖的话 其实主要是想练一下 所以就选 也没太多的理由 刚好想练一下 对 想问一下 今天在打单挑的时候 空港这张图打的 可谓是跌宕起伏 想问一下 跑这张图的一个新路历程 其实空港刚开局的时候 我就在想 不会今年又要被撞的 结果还真被撞了 因为空港这张图 现在被撞的概率还是挺低的 所以说就是跑到后面 可能也会有一些起伏状况 但是最后终点线前 还出现了一个 就是非歪了的情况 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终点线前 其实就是对抗吧 对抗没有对抗过 比较上 最后没有调整过来 对 想问一下这个赛季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记录的争夺 还是比较激烈的 那目前你会觉得 有没有哪张赛道 是你比较想要去挑战的呢 或者是量赛道的记录 你觉得比较难打破 赛道 感觉都很难打 我就尽力吧 能破就破吧 尽力去打破就好 那这周其实您现在也参与到了 我们的赛前评论席的环节 昨天的两场比赛 我们解说是全军覆没了 那你觉得出现这一现象的 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还是就是现在各个俱乐部 水平都差不多 比上个赛季格局 有了一个较大改变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你对大家的水平 其实也都有在提升 但其实你当时也就是预测了 我们最后一场比赛的一个胜负 可能有很多观众朋友没有听到 就是这边再能再说一下 你对于一萨打 RW这场比赛的一个预测吗 底下东东再给我挥手吧 再失忆了 我觉得我今天看到狮子上单挑了 可能是狮子手上比较好一点了 就是觉得他们RW 应该会会有优势一点 我觉得总体来说 还是RW稍微占一点点上分吧 那这个比分预测是具体多少呢 比分不预测了吧 不预测 其实赛前已经有一个预测的比分了 但是我们还是一起期待一下 下一场比赛的精彩对决 那也是感谢宁钦记者的采访 我们接下来一段视频之后再会比赛 好的 欢迎来到采访期 我是主持人梁深圳 在站脚旁边的是来自WDGM千询 先和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WDGM千询 想先问一下寻总 今天这个寿戴队员 你来说有没有什么buff加成呢 有一点吧 今天运气好一点 而且2V感觉和solo的感觉打起来都非常的焦灼 那你觉得2V和solo打起来感觉有什么不同吗 solo更刺激一点 然后更放得开一点 更能发挥自己的极限性一些 那其实今天其实前期是一个大比分领先的 那你觉得在这整整的12局当中有哪一局 让你的印象会比较深刻一些呢 神都千古红照跟那个秋名山吧 因为那一局其实就是 没有把这个比分进一步扩大的那一局 而后面的秋名山是你 实现了一个比分追平的那一局是吗 对的 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赛季 其实是迎来了自己的新队友 而他的表现让我们解说和观众 其实都有点吃惊 那你在你看来的话 你觉得他今天的表现怎么样了 现在他就是风仔了 他现在就是风仔 就是你的神智吧 之前其实问过你一个问题啊 觉得阿深对于你来说 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 那现在想问一下 可风对于你来说 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之前阿深是我妹人 现在可风是我老弟吧 是你老弟 这个家庭地位还是摆在这儿了是吧 那想问一下 今天在黄泽二杯当中 你是在终点线前选择了刹车 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考虑呢 就是我想给可风一个十分 想给他一个十分 所以当时还是交流沟通了一下吗 对 那就临场反应吧 临场反应 那想问一下你一个问题啊 今天就是赛前评论席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一直在练图 一直在练图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告诉你一下 这个我们当时 对 全是预测2比0 没错 那你对于这个比分 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他可能要谢谢你们了 毕竟你们哪一下 我们这个五毒的功力 还是摆在这儿 今天第一场和第二场 是全部预测错误 那我们现在还剩下最后一场的预测 就是明天 E4大对战到RW的预测 那想请你加一个码 一起参与一下这个预测 E4大加RW 就是毕竟E4大这个组合是新建的嘛 就以后无可先量 但是现在我觉得应该是RW2比0 RW2比0 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明天的这个表现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就是今天 昨天在微博上看到你 是巨资勤敏神吃了一个麻辣烫 那为什么是要选择跟他一起吃 而不自己去吃呢 因为跟3D感情好 就没事就得找3D 我以为你是要想找一个人 一起跟你就是增肥一下呢 有这个想法吗当时 毕竟我们是合肥组合嘛 要一起肥 下次还是三个人一起肥一下好吧 那也是感谢千询接受的采访 我们接下来一段视频之后再为比赞 欢迎来到参访环节 我是主持人明 站在我身边的就是ORSG的风仔 来风仔带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ISG风仔 今天赛前评论看了吗 没看 没看 但是今天跟你说一下 我们前两场比赛呢 全都预测的是2比0 然后再一次不出意外 全都预测错了 其实风仔好像今天也预测了 是不是 我也预测 然后你预测的结果呢 好像也错了 好像也都错了 所以今天是充满了魔力的一天 这个事情也并不怪我们几个解说 那最后一场有没有想到会打到第三局呢 有想过 其实也想过 因为对面清酒的整体实力也是不落的 OK 那其实在第一开 最开始的这个机器挑战赛里边 是抽到了电音梦工场 当时我抽完这张图之后 我想知道东方是一个什么样的算 东方跟我说 他当然电音之王 他不已经是电音之王了吗 那就是要跑的比较快一点嘛 重回王座是吧 所以说看得出来这张图对于他来讲 还是非常有信息那一张赛道 那其实我今天看到 风仔在前边的四张图里边 是拿了44分的一个满分的成绩嘛 那有没有说当时也考虑一下 什么时候拿一个77 有没有考虑过就是今天呢 从那一路向前出来的时候 然后对面拿了一手 四眼超级的时候就放弃了 你就放弃了 你觉得后边一定有雷 对 一定有雷 这个徐总这颁奖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 有什么想法 感觉非常的好 非常好 我也想拥有 你也想拥有 真心话 是的 那等风仔如果说真有一天 到这个77分了 我们一定给你安排上好吧 然后这一周的话呢 其实RSG也是要经历一个魔鬼赛程的 对不对 能说一下后面那两个对手吗 还剩下RNG还有GCR RNG和GCR 其实对于竞速来讲的话 都不算是很好打对手 那觉得这一周的话 对于你们来讲 会不会说在体能分配上 会有一些累 或者说其他方面的一些负担呢 有吧 我觉得打比赛就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对 因为享受嘛 享受每一场比赛 享受和每一个对手的对决 是的 那其实也看到今天风仔是打破 再一次打破了非常多的记录啊 那其实上一次 我记得梁先生在采谋你的时候 是说最想打破的是反亚 呃现在来讲的话 已经破了这么多记录了 觉得哪张图是自己依然能够有着很强的能力去打破的那一张呢 呃云梦泽吧 云梦泽今天已经刷了呀 我觉得还能再突破 还能够再快 好的那也是期待一下风仔 既然输了云梦泽能够再快 看一下你什么时候能够实现这个能力啊 好的那也是最后的话 还有一个小关节就是让我们一起用三星Galaxy S23 Ultra一起记录下这一个开心的时刻 在台上也是头一次自拍对不对 动作吗 哎也可以呢 说实话还有点 还有点怪羞涩的啊 来稍微再拍两张 再拍两张 说实话还是挺帅的啊 非常帅非常帅 希望我们观众朋友们回头能够看到我们两个跟大家比较这个爱心 那也是再一次感谢风仔继续的采访 今天让我们把画面交给一些收集吧 我是没有想到他们俩能在台上开始比心的这个 欢迎来到采访期我是主持人冰神现在站在我身边是该获得比赛胜利的阿达陆悟空 悟空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是阿达陆悟空 欢迎悟空 今天你的跑方看起来很凶啊而且你的对抗跟以往比起来凶狠了不少 哪个人状态也是非常好那你们在赛前有做哪方面的准备吗 呃就教练一直让我们稳着跑就好了 那怎么样 教练让我们稳着跑就好了 稳着跑 那你们的选途啊选称方面也是教练给你们定的 呃差不多 差不多 好嘞 那今天我发现你们的排兵故事也是发生了变化 solo从你换成了狮子 对于队内首发的调整是处于什么样的安排的 呃就上周他的爪子受伤了嘛 那现在就好了差不多了 尸爪受伤了猴爪没问题 但是这周就换回去了 呃我扔手啊 那你扔手 那今天你们王球也是选择到了超限基地 而且你打破了你一个记录图 你选之前就是奔着这个目的去的吗 呃没有吧就上周被狼队暴打了这个时候 然后选出来增加一下熟练度 增加一下熟练度顺便破一下记录 呃没有我也不知道就破了 不知道不知道怎么什么原因就把记录给破了 有点奇怪吧 有点奇怪那你 你觉得自己还没有想要破的记录 什么什么空港美洲啊 那个爪子哥的记录 爪子哥的记录 狮子哥的记录 那比如说空港你觉得好个多少马来记录给破了呢 比较快0.01吧 0.01就够了 多了不要 可以 那在我们今天采访结束之前 其实还有一个小环节 就是要用我们的三星Galaxy S2 3 Ultra 一起进度一下这个时刻 来自拍一下 这是不是也是我们第一次在台上自拍啊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 那看镜头 一个姿势 很帅 可以比你差点 再来一下 再换个姿势吧 再换个姿势吧 再换一个 好嘞 感觉 这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啊 在采访环节 进行一个自拍 那也是非常感谢悟空接受我们的采访 让我们把画面交给姐说席 等等